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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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爹 你那现在还挺威风啊 女人吧 不给她两句硬话 她就蹬鼻子上脸 姐娃 说正事啊 冒充出事这件事啊 你还是叫我去 你是不晓得 你的我还是有绝活的 我这个绝活 情义是不漏的 只要我漏出来 不怕石田的不上当 什么节目啊 石山香密寺烤鸡 太太 你不能进 太太 太 这是办公室 你不能进 你这个臭猪头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竟然也敢拉我 大队长吩咐的 宝贝 你 你怎么来了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陈可丽 你脑子净牛犯了吧 你昨天晚上答应我 今天陪我跟刘太太打麻将 我说左等右等 我等到黄黄菜都凉了 你人哪 人哪 这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钟了 你分明 就是把答应我的事情 冒得一干二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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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我 这你这事我哪敢忘啊 这 都是他 谁啊 怪我啊 我一早上让小五子把钱给你送去 我 我不是走不开吗 都是 这个兔崽都给忘了 我大队长你没说呀 你的这些钱都是给我的呀 不是给你给谁的啊 我这整天忙死忙活的 不就是为了让我的宝贝 过得舒服一点吗 好呀 那我就都带走了啊 那我今天磕得玩去把大的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玩大的 走啦 那次到辈的关影不早 求你保佑我们家哪种平安物 求你带他 California 他妈呀 我爱你 求你带我 WORTH 求你带他 他妈呀 我爱你 b 我 德采 德榮救出来了 娘 还在想办法呢 你咋还没想出法子来的 那小鬼子没人性 你不是不知道呀 德榮落在他们手里 能有啥好果子吃的 德采 你可别不管你兄弟啊 我怎么会不管他呢 我也正在想办法呢 行 你就沉着住去而喝茶吧你 你就是怕沉荡倒茶喝都行 可怜的德榮 还不知道在里边有没有多水喝 娘你别哭了 我现在就出去我再想想办法 我的德榮 什么 什么 大自大为的回事 我的 求你爸呀 我叫德榮 我爸 我叫德榮昨天回来 你不是吧 大自大为的 黄老板 这件事情副连长无论如何 一定要帮帮我 救救我弟弟 好 孟副官 我马上去找副连长 他正在准备下一步行动 您先别急 我这就去 孟副官 你这是干吗 黄老板 来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早就已经是自己人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救出你弟弟 你要密切打探所有线索 一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好 好 我孟孟先谢谢你们 好 我孟孟先谢谢你们 师田抓走了孟德榮 嗯 现在孟德彩是心机如焚 那是肯定 他比谁都清楚 小鬼做得多凶残 孟德彩帮了我们不少 他的弟弟 我们一定会救 你找他 让他沉住气 千万别请救王冬 好 好 黄老板 你有办法救我兄弟了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事情 附连长 你在这儿实在是太好了 事关紧急 咱们长话段说 营救老乡的事情 黄老板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吧 我今天来 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怎么救你的兄弟 这两件事情 咱们要搅在一起干 救出你兄弟以后 我们把老乡们 安全地送出现场 那附连长 你有办法了吗 初步有个想法 不过 还是需要你的帮助 娘娘 你干啥呢 娘娘长大了 知道帮娘干活了 娘 田大伯说过了 娘娘已经是男子汉了 得学会照顾娘了 你田大伯说的 啥叔叔说的 他还跟你说啥了 田大伯说 娘是最好的女人 前些时候 娘去附近会干活 田大伯就来带我玩 他叫我的可多了 他都叫你啥了 他叫我怎么打野兔 怎么装脚蛋 怎么去捞鱼 他还叫我做饭和补袜子 田大伯还说 男人就要什么都会 要能屈能伸 能威能武 爹 这次救死一生 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我晓得了 你放心吧 我知道 你是真心喜欢小冯嫂子 如果你想踏踏实实地 给人过日子 等你平安归来 我帮你提亲 这是咋过了 哪有儿子给老二提亲的 不是儿子给老子提亲 这回是八路军连长 给自己的战士提起 这都行 熊儿啊 我跟你说句真心话吧 小冯的 我是真的喜欢 可是我觉得呢 我赔不上人家 干八路的 都是跟鬼子拼命的 老得又别带裤腰带头 不定拉天 把命就拼没得了 我要是娶了小枫 那不他就成了二道寡妇了 我咋能够害人家呢 爹 你变了 为了打鬼子 把路拉们拼命 我都是看到眼里的 有那么多的小战士 走的时候啊 还好好的嘞 可是打了一仗 就咋也回不来了 还有六角道远 人家的官都那么大了 还是为了保护老乡 牺牲咯 这些事情我都看到眼里 我要是栽不变 那我还是人吗 以前你就是说破了嘴皮子 我都不会相信 有八路这样的部队 现在我是亲眼看到了 而且我现在也是八路的一个战士 我咋够能给八路丢脸来 娘 田大伯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娘娘 你想你田大伯吗 行 我可想他了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是啊 是啊 他到底啥时候能回来啊 爹 您现在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是 你就莫要夸我了 说说你自己吧 你老大不小了 该娶婆娘了 早点娶个婆娘生个儿子 只要我能有个孙子 哪怕我就是死在日本鬼子的墙下 我也能够瞑目了 媳妇啊 离开那个柳红门 一门心思来要加入小分队 他要杀鬼子是不假 可是我看他真正的心思啊 还是在你的身上 鸿儿也是个好孩儿 而且 行了 爹 您别说了 那你的心里头 就永远都放不下的留教导员了 爹 如果教导员还活着 我一定会娶她 给你生个大胖孙子 为我们老天家传宗接代 把香火给蓄上 可是她现在已经牺牲了 我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完成她的意愿 把小鬼子早日干出中国 其他的事情 等完成了这个目标再说 你说咱们爷两个这是咋过来 事实上有那么多的英雄 为啥非要我两个去当呢 我两个要是当了英雄齐身了 那老天家的香火就彻底地断了 我就没得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 那有什么不能见 就算有一天咱们父子俩 都牺牲了战场上 那我们也可以自豪地 跟我们的列祖列宗说 我们父子俩 是为了打鬼子 为了保家卫国才牺牲的 就算以后没有后代 为我们上分磕头 但是中国的千千万万人 也都会记得我们 我们这一代人 被国家流得鲜血 世世代代的人 都不会拉 说得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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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孟副队长 这什么风 爸您给吹过来了呀 刘老板生意好了 孟副队长 您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咱这大厨都没有了 还谈什么生意呀 刘老板是这样的 我呢有一个远房亲戚 想到您这儿来 这个打打杂 泡泡汤什么的 您看行吗 慕副队长 你可折啥小的了 您的远房亲戚到这儿来 那最起码是个掌柜呀 打杂我可请不起 您让来 我这掌柜的让给她 别别别别 她的岁数大 就泡泡汤就行了 老吴进来了 以后啊 这就是你老板 刘老板 我这远房亲戚 就托付给你了 成了 您放心 我这肯定给你照顾好了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干活去 赶紧在这屋檐局 准备准备 好嘞好嘞 来 那就拜托了 莫副队长 您慢走 好 来 来 小王 赊紧 二伙爷慢走 好嘞 来 这会儿您可不能干 您是孟副队长送过来的贵人 我还真能拿您当打杂的使范吗 没关系 吴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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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歇会儿喝点水呢 这会儿我来干 我来干 老板 这儿 这屋还有得啥吃的没的 咱们小伙的厨子都走了 就剩下几个大杂的 这不胡乱做了几个菜 您对付点吃 那还是不合胃口 您担待点 太客气了 我就是个大杂的这 吴爷 您怎么是个大杂的呢 您是咱们小庙的离通活菩萨 您又这儿一战 这孟副队长怎么着 也得多关上咱们小店是吧 我吃饱 这不合口味 哎呀 哎呀 这么难吃的菜 是哪个说的 你这个菜咋个会有客人来吗 吴爷 咱们厨子都走了 您担待点 担待点 你后厨有点机没的 有啊 多的是 这都好了 给老子背两次机 我自己做 副连长 好像听他说近后处了 这次的计划能不能成功 就要看我店内之机做得怎么样 五爷啊 看不出来您还有这首页啊 那是 哎呀 我呀 我呀就是喜欢吃吃喝喝 哎 这个啊都是我自己想出来耍的 五爷啊 您可太谦虚了 就这香味儿 比咱们那个店里大厨 那一点都不差 是是是 哎 上上啊 哎 上上 嗯 嗯 嗯 咋个样 嗯 行 刘老板啊 还不是这样啊 我呢 考了两次 这次呢 我们两次 另外一次呢 老板你派个人 给孟副迪长送去尝一下 要得 行行行 我这就二位人去做啊 好 口腹之患只能成为 帝国军人前进的障碍 还有可能被帕路暗中捣鬼 陈桑以后不要再弄这些东西了 还有 这只鸡跟这个坐鸡的厨子 都不可以让公泽和诗天知道 诗天教授若是知道了 肯定会朝日要学处 傅子龙要是趁机动手 那可就麻烦了 不过陈桑的一片戏 已加弹心灵了 希望陈桑能把更多的精神 放在治安维护下 背着明白 橘子 橘子 好吃的橘子 不甜不要甜 橘子 橘子 好吃的橘子 橘子 好吃的橘子 橘子 好吃的橘子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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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尝尝橘子 我这橘子可甜了 来 我给你尝尝 陈桑离那条线断了 怎么 他不肯把天手艺推荐给诗天 想利用天手艺的厨艺讨好家糖 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们正好可以趁机毒死家糖 骑人 没有人品牌 帮你来 你是不是意味着 还要先冤枉的 你打鱼护上了 死死连穴 你没人家 我我觉得他需要 他的腿 也要衣服 你却能成为 我发现一切 我发现一下 也要有能力 那儿 他妈是 她要来 他她既然 她老婆 趕下来 交给我们 什么破局子呀 算不垃圾的 哥老子滚 对不起 阿信姐 干啥玩意儿啊 干啥玩意儿啊 这孟副馆啊 保持长 你俩不想让他进吗 孟副队长 知道里面是您弟弟 可是世田教授 专门吩咐过 你俩什么玩意儿呢 会能得长点心哪 这孟副馆哪 他真是来看他兄弟 不过来劫狱的 你就再说了 你又是砍头 你愿意见爹妈呀 我真服了你俩了 行 瞒她快点吧 就说两句话 话不了你们的事 好好照顾你啊 哥 快救救我 哥 哥 你快救救我 德荣 你别怨了 哥 世田教授看上了你的手艺 哥也救不了你 哥 那个世田教授 他学会了我的手艺 他就会把我给杀了的 哥 快救我出去 德荣 哥也没有办法 你到了那边去以后 哥会给你烧纸钱的 咱娘 偷给你说两句话 你给我好好听着 你要说啥 得了 兄弟 咱俩滚一边吧 别当我们不管 哥俩聊天 走 都记住了吗 都记住了吗 到了阎王那边 要好好交代呀 我记住了啊 这一道手艺 雅沢君 我就是我的脱策 雅沢君 真是远远的 孟姐 感谢你这些点 对我的细心传授 不过记忆不好的厨师 是没有资格再活下去的 我的厨师不少 可是我师兄的厨艺很好 你一定不会超过他的 你的师兄 对 我跟他一起学厨 可是他样样地胜过我 尤其是一手十三页一只考级 那简直是出神入化 如果你要是不跟他学一学的话 你肯定会后悔的 你的师兄 他人在哪里 自动时间带记你来了之后 他就不轻易下厨了 他现在更是隐形埋名 当一个宝囊的杂役 你们要是能够对到他的话 我保证 他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 你要杂坑 看来你有新的功夫了 从而来的 下宝室 就准备了 你还没有武器 他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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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 他没必要 我认为安全的事 小泉君的事也发生了 小泉的事件是郊外的事 八郎是在乎乎乎乎 这里是健康的 八郎是不可能的 加藤有很多人捕捉了 但是我会被人襲了 什么 宮沢 你怎么会被疼病 你怎么会被一两年隠着了 你也不想要做的事吗 那里 你还在我身边的招待 你什么恐怕 这些共产党在哪里 什么都知道 谁也知道 什么都知道 东北也有惨犯的 万一 那是怎么办 你还是要外出的事 我恐怕 这些部队是守着的 那些封鱼也不够襲着 这些封鱼也不够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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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雅田企业 准备了 那我们好够 雅田企业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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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期待 雅田企业 嗯 出发 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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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 我们的军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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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只是在这里 而不是加藤司令官的部队 我们也要禁止我们的外出 有什么评论吗 难道 真的 你真是害怕的吗 我认为是害怕的 但是 我认为是终于保护的 我认为你两人的解释 什么 加藤司令官的法律总裁 我认为可以去哪里 什么是终于保护的 你才是无能的 我们的牢业监禁 让我们的牢业监禁 所以 八郎也没有办法 我们的外出也会防止 柳大教授 加藤司令官现在 全力的八郎和一姉妹中 恐怕几乎无论 当目的封鱼人 大家的安全保障 好了 一生封鱼人捕捉 一生在这里 带来 出发 停 准备 矮大君 一人一人进去 太危险了 宮沢 能从这里处理起来吗 你告诉我 他们是在大人之间 明白 你明白了 松本是在实验室里面 如果他们在这里 这些大队 哪里是哪里 矢达教授 你不认为这种 糟糕 矢达教授 你自己有职席 你明白吗 你明白这些东西吗 什么东西 麻酯药 是 这些汽车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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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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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賀 什么事 那是 那是 矢达教授 矢达教授 你怎么会这样的事 加藤教授 来到这里 告诉我 为什么我会被我封锁 叫叫 叫叫 不要再叫了 这儿毛的人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眼睛 搞正常的再说话 给我给爸 给我给你说了 对了 是这样 孟大容 人家把你供给石田了 石田很有可能 今天就过来说 我已经让大龙和铁镖 在附近 设好了埋伏 争取 在路上就把它给解决 他们杀了小鬼子 咱们就一块儿送出去 如果他们没有机会的话 只能咱们俩动手了 要得 上阵夫子兵啊 有咱俩 此天那个小鬼子 还跑了不成 要是咱们俩动手的话 鬼子很有可能 把咱们包围 到时候 我掩护 你先冲 那不得行 你先冲 你爹我活够了 我掩护你 爹 这是命令 没人给你讨价还钱 你照着执行就行 那不得行 要走就一起走 你不走 我也不走 那样子 卡卡万 可不得行 那不得行 那不得行 你不得行 是否有權利是否 知道嗎 是嗎 教授們是我叫做的方法 是要做得好看的 教授が背中痊癒的話 是要不要再掛揚 嫌田教授 沒有 全的教授們 要不要再掛揚 也不能够任何人 在这里的时间 我们要保障自由 我们要保障安全 好 刘队长 铁标已经去侦察了 一会儿石田要是来了 铁标负责干涉之军 我负责狙击石田 如果没有打中的话 我是说万一啊 咱们就立刻撤退 你来打个掩护 明白了吧 怎么又是我打掩护 这是副连长能安排啊 你是不是要违抗副连长的命令 不是 我是说 要是连石田我们都没杀死的话 咱们就撤退 是不是也太仓促了 副连长说了 咱们如果没有厮杀成功 立即撤退 小鬼子肯定会追击咱们 就趁小鬼子把注意力放在咱们身上的时候 连长跟田大树趁机刺杀十天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连长 明白了吧 那副连长会不会很危险啊 他们刺杀成功之后 我会想办法脱身的呀 他们早都想好了撤退计划了 这一点放心吧 雅渡教授 您是客人 您慢点休息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 您请您招职 您请您招职 您招职 是吗 是 对 你招职 你招职 不就 可不可以 你招职 你招职 没开来 刘哥掌 你怎么办啊 立大功的机会来了 你赶紧点一队病咱们出发 什么情况啊 你那个烤鸡 十三香秘制烤鸡 十天教授 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了 吵着闹着要去抓这个厨子 加藤阁下呢 怕傅子龙倒腕 就不让他出去 俩人现在争僵着呢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这你还不明白吗 加藤阁下 让咱们把这个坐机的厨子 抓到日临指挥部去 那样 石田教授就不用出去了 也放不着跟加藤阁下闹僵了 立功大好机会 我跟你说啊 你不是知道 那个坐机老头在哪儿吗 赶紧地点兵啊 别磨蹭了 要是我们带兵去抓田手艺 那岂不是副连长的计划 全部落空了 大队长 我觉得这事不妥 这毕竟是日本人 他们自己的事 咱们去缴这团洪水 怕是不好 这不是浑水 这是清水 清澈见底的水 送上门来的功劳不要 咱们不成大傻子了吗 你别磨蹭了 赶紧点兵啊 我现在外边等你 这得想个什么办法才好 这该怎么办 要是陈可丽见到做烤劫的 是田手艺 那不全露馅了 要不派人去通知田手艺 不行 陈可丽抓不到人 就要怀到老子头上了呢 那我就暴露了 孟哥 孟哥 那烤劫就那么好吃啊 那日本人就这鱼嘛 闭嘴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的手都太长了 想割了 干吗这么横的 我就觉得天上新鲜 你知道吗 万一以后我只能靠你 你说这老家伙能不能活着 成功那思前的毁人呀 乔子 是不是毁年了 我现在不是以李的兵的身份 来跟你说话 我现在不是以李老孩的身份 我是以李老孩的身份 来跟你说话 爹 你说 一会儿打起来 爹演护理 立奏 出去娶个婆娘 给我老田家留个后代 爹 咱们老田家有后 有后 来吧女儿 你个哪个生年 我跟谁都没伤 我们老田家的后人 是妞妞 狗盛 还有所有被我们救出来的孩子 他们是每一个牺牲战士的后人 我不要听你讲大道理 我要你自己娶个婆娘 自己生个娃儿 娃儿姓田 爹 枪林弹雨 朝不保夕 你怕小凤当二道夸妇 难道我就不怕 我的媳妇成夸妇吗 我自己个人挺好 无牵无挂 对对对 今天是个大日子 不能说这种晦气的话 要死 死的也是十天那个小鬼子 宇田教授 你怎么这么起来的呢 请你听着一下 加藤司令官 八郎是在狙着的 一直在占占 但是现在 我自己的自由也没有 我来到这里 有一个知识 什么事 其实 情报上 封印封队 已经在城内 在这里有些人 在这些人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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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在这里 他们的队 都能够进来 在这里 不可能 我和陛下 都在队里 都在队里 尽力的队里 在队里 在队里的队里 都在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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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队里 我希望你能吃到 快點 矢田教授 你就是菜式吧 你能吃到你的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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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看得到那些人 你能看得到那些人 矢田教授是為日夜帝國的領域 你能做到的事 你能做到的事 謝謝 我来 怎么老鬼子没来 哲可丽来了 赶紧告诉副连长 监长人来了 人是来了 但不是诗天和鬼子 是孟德才和陈克力 带了一帮伪军来的 媳婉儿 那就赶快撤退吧 陈克力认出我们来 那就要出大事情了 社内闹 不行咱们先撤吧 媳婉儿 你还愣得住啥是吗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还怕以后收拾不了他 不行 我们已经这么接近十点 筹划了这么久的计划 不能轻易放弃 那我们急的这个计划咋办呢 对 这个计划取消了 在酒楼里刺杀诗田 是不可能了 咱们执行第三套计划 还计划杀死呀 陈克力认识我们 要被他抓了去 不要说刺杀老鬼子了 连我们自己的命都难保喽 我有办法 大龙 你通知铁标 改为刺杀陈克力 杀他做傻子嘛 谋傻子用 要收拾他 那不早收拾喽 你让铁标改变一下狙击位置 但是千万不能打中陈克力 把他吓回去就行了 孟德才一定明白咱们的用意 打好配合 快去 是 这台啊 谈有多远啊 前面再搁两个班就到了 保护大队长 快 保护大队长 保护大队长 快 刺客带来 刺客带来给我找 是傅子龙 傅子龙想办法帮我来的 我得下下陈克力 大队长 我怕是傅子龙 傅子龙 他怎么来了 他们肯定是冲着 石田教授来的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 石田教授 他们看见了你 所以 所以他们要杀活 德才啊 竟是咱们得回去 跟加藤队下汇报 让他派兵来吧 如果加藤阁下来了的话 他怕傅子龙已经倒了 现在我奇怪的是 这个傅子龙 他为什么会选择 在这个地方埋伏 对啊 他们知道 石田教授喜欢学做菜 对对对 这是八路的情报 我们抓住了这一点 德才啊 要这样的话 咱们不能让加藤阁下生气 这事不能报告 队长 如果我们把这厨子 给带回去的话 那加藤司令官 肯定会难我们问罪的 这个难忘了 哎呦 我咋可就没想到嘞 对 残库里 打得比老鼠还小 不要说挨枪子了 哪怕是有一点风水草动 他得伸出来的脖子 又要缩回去咯 爹 咱们也得准备一下 执行第三套计划 糊口八雅 来 德才 你去 我去 哎 傅子龙的目标是我 又不是你 这可是个神官法赛的好机会 我不能去 我把这个机会送给你 我来守卫我的家乡 热血而浪 身着戎装 一杆刚强奔走四方 东风浩荡 军起飘扬 烈日如火照前方 脚踏这片土地上 几度风雨 谁能相抗 等大烟归来 等春风吹 吹过树上 那时将是我开旋 对他的时光 等晚山花开 开遍天一尊庄 你还在外 往远方 回家的路上 他 团着归途 太漫长 月儿明亮 找我心房 我来守卫我的家乡 热血而浪 身着戎装 一杆刚强奔走四方 东风浩荡 军起飘扬 烈日如火照前方 叫他这片土地上 几度风雨 谁能相抗 等大烟归来 等春风吹 吹过树上 那时将是我开旋 回家的时光 等晚山花开 开遍天一尊庄 你还在外 往远方 回家的路上 他 弹着归途 太漫长